諸葛亮的長棉地就選在草植園的這一邊 而上頭用濕滑落石其裝飾的穴位 可以擺下52個骨灰潭 要價破千萬 重視風水的諸葛亮家屬 會看上位於基隆的永恆文創園區 就是因為裡頭的觀音座障穴 從中間凹陷處往四周開始 地形慢慢往上抬升 就像是觀音座在蓮花座上頭 一層一層堆疊可以兴旺後代子孫 這個是屬於半人工 就是說它的山形從這個地方拉過來 明達的地方 明達的地方來講的話 它本身不像是山形 它只是算一個小山丘的一個蓮花穴 那如果與其來論說 它這個蓮花座穴來講說 它這個外型 小面積小太極的風水來講 算是一個蓮花穴 但稱不上真正的蓮花座 在風水時看來往外頭大範圍延伸 前方沒有包覆完整 後頭也沒靠山遮陽避雨 以大太極角度來看 不是完整的蓮花穴 它沒有所謂的蓋花殿塔 所以它第一個它沒有煞 那沒有煞的話 鑽在這個地方的話 後代代表後代會平安 另外像是正前方風水稱為明堂的方向 針對基隆山能讓子孫財運不錯 優點是它的名堂的正前方剛好看到基隆山 那基隆山來講的話就是說 是台灣第二大的一個聚寶本 那基隆山算一個寶庫 所以如果說祖大哥 他的目線從這個地方可以望向 基隆山來講的話至少 他還可以賺到基隆山那個 台灣第二大的一個聚寶本 生前欣喜兒子未來 諸葛亮拖著兵體排便賺錢 身後視野挑選能避應子孫的平安地下葬 雖然無法陪伴在子女身旁 但卻依舊想辦法留下最好的給他們 記者黃家瑋謝維一 SNG找組